美国在西太平洋围堵中国的第一道前线之一 就包含了关岛 对 我想这个最近美国它公布了 它在关岛陆战队的新的基地 布拉兹明年初将落成 那这个最重要就传达一个美军它抗中 然后坚决守护第一岛链的决心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70年来 海军陆战队在海外 第一个扩建的新基地 那更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说 它这一个基地的运用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除了提供实弹的这个射击练习场之外 最重要的它是城镇战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基地 那这个也可以凸显说美军它陆战队改变 这个远征前进基地作战的这种作战概念 它竟然把这个城镇战列为它的这个作战重点 那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台湾后备部队最欠缺的就是城镇战的这个经验 所以美军未来它这个城镇战的一个强化 资源或是因应台海这个危机的企图非常的明显 那这一次这个为什么说布拉兹基地会让外界这么关注 就是因为关岛它向来是美军在这个第二岛链最重要的海空陆基地 那如果这一次再加上陆战队的话 等于是美军的四大军种到齐 那这个也可以凸显就是说 未来关岛在这个抗中跟因应台海危机 这个地位上面将更加的凸显它的重要性 那美军关岛的指挥官 那个海军少将Ben Nicholson 他也说明为什么关岛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这是为了要因应中共它的战机战舰 还有它的核武器的数量不断地增加 而且它在七月跟八月 试测了两次的这个超极音速的这个飞弹 所以呢美国在关岛的这个部署啊 凸显了它最前线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那美军的这个战略司令部的司令啊 这个John Hayden 他现在是这个美军联席会的副主席 他在2017年的时候就评估说 因应啊中国的这个东风26 所谓的关岛杀手的这个飞弹的威胁 美军只要部署了萨德系统 就可以因应这样的一个威胁 但是它最近更改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主要原因就是包括就是说 中国它在这个东风26的这个飞弹的数量 从原先的100枚到今年增加到300枚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的这个两次的这个极因素的这个飞弹的测试 让美军觉得关岛的这个防务必须再强化 那我们看那个美军啊 它印太司令部 印太地区的这个飞弹指挥部的指挥官啊 这个Mark Holler准将 他强调就是说 这个强化防御的这个手段啊 有两种 第一个就是未来他们会爱国者飞弹会机动的部署 那第二个就是部署以色列购买的这个铁穹 他们在上个月也测试了这个铁穹飞弹在关岛 主要就是要了解就是说 这个铁穹飞弹在中东这种沙漠地形 如果用在海岛上面 会不会功能上面会有哪些影响 那另外最重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知道美军他在关岛已经部署了萨德 萨德他的很强的 他的这个火控雷达 ANTPY二型 他的侦测范围是2000公里 那他可以试别这个是真弹还是右标弹 那另外他也可以试别说来袭的这个飞弹的型号 然后呢预测他的这个飞行轨迹 那最重要他可以指挥爱国者跟铁穹系统 所以上个月的这个铁穹系统 事实上就是要测试整个连战 连网作战的这个效能怎么样 那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相同的 眼中近三层的防空系统 那未来这个美军的这个经验 也跟台湾这个可以移植 同时的增加双方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合作的 什么东西 嗯